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赛西访华的有外交部长情报总局局长总统府办公厅主任等 军乐团奏哀中两国国歌 明里炮二十一响 赛西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赛西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博士访问 并出席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场集会议开幕式的